9月30日,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,擅自进入了中国南沙区光礁河南宣礁12海里内,战事所谓的航行自由活动,行动遭到了中国海军的拦截。 沃军170号导弹驱逐舰训计行动,对其进行识别查证,并警告驱离,对于这次行动,虽然媒体都只是轻描淡写,但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,双方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亲密接触。 在进入12海里之前,中国驱逐舰一直监视这艘美舰,直到快要进入12海里之后,中国军舰立即向其发出警告,然而美舰仍不为所动,紧急情况下,170舰迅速靠近迪凯特号,双方相距最近,时间有45码追为41米。 这一大胆机动使得美舰有些猝不及防,未避免枪撞,他们不得不掉转航向,驶离了这片海域。 值得注意的是,此次事件就发生在国庆节,前一天的国家烈士纪念日之际,事后,美国媒体批评到,中国海军一百世时区逐舰,的拦截行为极其不负责任,明显比以往都要大胆得多。 的确,双方相距45码的距离对于两艘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的大型舰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,离翔装紧一步之遥。 当然,对于美舰这次有意碰瓷,卧军一百世时区逐舰,采取相对强硬的拦截行动可能也与时间特殊有关系。 美舰在英烈日当前来有一彩虹线,很显然是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。 一直以来,中国人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战斗中,总能爆发注视死如归的英雄性感。 套用外交部说过的一句话,中国人不认识,也绝不会怕事。 这是我们流淌在整个民族身体里永恒不变的意志。 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类似的碰瓷还会接二连三的到来,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一切。 半个独世纪前如此,半个世纪后亦如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